大家好,又到了来为大家分享科学知识的时间了。 好哈宇宙,生命无限,人们目前所能探索到的宇宙,其实只是是广阔宇宙的小小的一部分。 在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球,而且星球上面具体什么情况,目前人类根本也说不准。 虽然宇宙看上去十分的平静,看不出什么变化,但是宇宙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。 天文学家表示,在宇宙中,每一天都会有数不清的星球爆炸消失,还会有许多的新的星球去诞生。 虽然人们的眼睛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,但是这些确实是在实实在在的发生在宇宙当中。 可以说就在一瞬间之内,宇宙中就会有一座星球消失,或者是与其他星球相撞。 地球现在已经存在,又46亿年之久了,很多人也就开始好奇,地球究竟是有什么原因才能在。 那么危险的宇宙当中一直到今天非常的安全,毫无危险,这肯定并不是大胆的地球非常的幸运。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地球,一只非常安全的秘密原因。 在科学家们长期以往对宇宙的研究当中,发现了一件现象,那就是在地球所处的银河系里行星恒星,还有星星的数目非常的少。 与其他星系的行星数目相比,银河系的数量真的是非常的少。 因此,有的天文学家就开始针对这一现象,推测银河系处于一个宇宙空洞。 宇宙空洞这一猜测的提出,这恰好表明了在天体物理学中的一个疑点。 那就是天文学家计算宇宙的膨胀速度它博常数的时候,不论面向哪一个方向,它都是相同的。 但是真正的事实却并不是这样。 后来随着科学家们对于宇宙的进一步研究,宇宙空洞被人们证实是真实的。 有的天文学家的出结论称,银河系是处于宇宙网络中的一个很大的空洞里,而这个空,比其他一般的空都要大上许多。 说句更简单的意思就是说,地球是处于宇宙最偏僻的地方,处在一个非常安静、安全的地方。 科学家们表示这就是地球,能安全生存到现在的原因,处于宇宙空洞中,就避免了被黑洞吞噬,还避免了受到耐冲性的袭击等其他行星的撞击破坏。 这也为地球上产生生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。 地球为什么一直安全存在于宇宙中? 科学家,我们位于宇宙空洞里,不知道大家明白地球为什么能够安全存活到现在的原因了吗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与一起讨论,每天会推荐大家喜欢的文章,记得关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